娱乐中心董又已报道薛之谦28日在南京开演唱 未料买不到车票 图翻设字薛之谦微博中国之歌手薛之谦 以演员丑八怪打开知名度 不少作也都成为两岸三的快智人口的歌曲 个性幽默 他时常上综艺节目带给观众许多欢笑 日前他发生一件趣事 在演唱会前应忘记提前买车票 点赶不上自己的演唱会 他情急之下在微博求 网友让粉丝哭笑不得 薛之谦到晚间9点买到车 坐在小坐垫上相当客难 图翻设字薛之谦微博之谦于28日在南京开唱 本来打算提前一天抵达 地为料英五十一连贾江至有不少要返乡的游子 让整交通大瘫痪 大众运输也几乎一票难求 眼看眼会再急 他无奈求助您随便给我个下下下班的票 倒立悬挂 室外通宵的都行 我一个工作人员不带 让我到南京就行 网友看到后笑亏原来你 抢不到票是吗 笑死演唱会 本人不能来 我们自唱 退票 退票 到了晚间7点多 薛之谦总算买到车票 上车后他跟粉丝们报平安 照片中他一人坐在小坐垫上 看起来相当客难 他笑说我会游走 如厕 匍匐 寻觅车车这么长 总有属于 我得一截 你看这不就有了 一人一标 急急就到 最后顺利抵达南京 粉丝笑翻你别太荒谬老铁 射牛薛之谦也有今天 歌不用来我都会唱 你是得不容易啊 更有粉丝贴出一张卖场的折叠 以薛之谦买着以备不时之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